清朝里诛杀官员最多且最狠的皇帝是谁,雍正也只能排第二。 干隆登基之初,如同温暖的太阳一般,把雍正曾经高压处理的案件全部从宽处理,让人雍正处理的家族成员和大臣们倍感温暖,赢得了普遍赞誉和广泛支持。 狼前纪文二笔也有记载说,干隆皇帝集委所颁布的赵令,善政不决,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,所有人都认为干隆将一改雍正时期的高压阳科,重新获得最宽松的政治生活,甚至朝鲜时臣也认为雍正有苛刻之名,而干隆行宽大之政,朝鲜离朝十路。 在干隆登基的前十三年,的确实行的是宽大之政,整个官场如同在绷紧的锁链之中得到解脱,甚至有的人担心干隆新政,虽然宽大温和,但是太过于柔弱,是否能够有能力驾驭这个复杂局面? 干隆皇帝1711年9月25日到1799年2月7日,徒一切担心都是多余,在干隆新政的带动下,帝国大船稳步前行,呈现出崭新迹象,而作为年轻的帝国掌舵者,干隆一时之间收获了天下所有的美名。 谁知,如同平稳行使的大船,在十三年之后,风云突变,波涛汹涌,将整个朝政进行强烈颠簸,让朝臣才惊讶发现,干隆的冷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从干隆十三开始,一向温和实行人政的干隆,掀起特大官场地震,表层原因是皇后突然去世,干隆深受刺激,而深层刺的原因在于这个帝国风气,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,在巨大的悲痛感情打击下,一股政治寒冬细流,突然变得残酷冰冷。 干隆的震怒,从官员剃头开始切入,导致都宁风将大力,因头发而低掉整个脑袋。 干隆皇帝书法图,按照满洲风俗皇后去世官员们白天内不许剃头,已表示内心悲痛之情,只不过这一风俗,并无具体法规要求,而此前就连雍正去世后,许多官员百日内剃头,并未有任何处理干隆。 却认为这是官员对皇后的大不敬,是对整个钢级礼法规则的挑战,一开始想把剃头官员全部处斩。 最后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,不得已才做出轻判。 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,这样的一品高官,在皇后丧尸期间剃头,震怒非常将其赐死湖南巡抚。 湖北巡抚因此革职与此同时,对于那些没有及时对皇后之嗓表达哀悼的满洲,官员也甚为不满干隆,对满洲官员的重用程度超过。 此前所有他认为这些满洲官员所受皇人教汉人官员尤为深重。 大学士张婷宇在给去世不久的皇后写记文时,用了全台二字,沉浸在巨大打击的干容,觉得这两个字不够尊荣,用在普通人身上可以,岂可加之皇后之尊。 最后以全部留心检点,草率责责,书师敬礼之一支罪名,停发工资一年,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大学士张婷玉从政四十七年,第一次遭遇到的处分。 干隆九年的圣旨中的满文符,四月二十日,干隆发现,在皇后的册文中,皇笔的二字,在翻译成满文时,物成先太后,干隆气愤士则说,从来翻译有是理胡,此非无心之果。 文艺不同可比意思,是说管理汉礼院的刑部尚书,因不满张情欲,被干隆解除协办大学士之故,心怀怨恨,有意对皇后进行吵弄,以秋后处斩,此后满族尚书和吏部侍郎等官员都因此受到处罚,公布办理皇后保策时,干隆认为甚属粗鄙,以大不敬罪进行处分,全堂问罪, 光露似因祭礼所用祭品,桌子拒不洁净鲜明多位官员,因此被免职,降级。 干隆十三年以前处分大臣十分谨慎,只有一个处死的提督乐善义人,因为被揭发贪污一千六百两银子,干隆不忍杀他,甚至是一边流着眼泪,一边下指让他自尽,垂泪欲致,另惜自尽, 干隆形容党实感受爽,降齿之后,心中翻腾难过,不能自视,如人身之尸手足矣。 由于皇后的病故,直接导致了干隆从早期的宽人意下,转变高压残酷冰冷,丧偶之后是偶然打击世界,却成了他反思过去宽重政策的一个契机。 干隆古装玉荣图,图干隆,十三年是正治分水岭,正治氛围更是从暖春一下到了寒冬。 金川之战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父张广四,那亲,此前军是干隆心腹爱将,但是在这一年都被先后处死,尤其那亲是当时年龄最小,是位最高的军机大臣。 干隆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,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忘记有成者,最终也难逃一死。 金川失败后,干隆发现军纪费时战斗力低下是主要原因,为此他决定凡事无关,临阵脱逃的一律不得保全手机,此后他开始建立训练营,亲自进行监督检阅。 以沙子为主线,开启了冷酷的智力,为何说干隆酷? 因为一场整治的风暴大席卷,让他成了清代治府最铁腕的皇帝,也让他成了整个大清诛沙官员最多的皇帝。 往往人们都认为,雍正帝期间沙官最多最狠,但据史料所计早年间干隆帝诛沙官员数量级别,均创清代最高纪录, 尤其是废除完赃简等条例,干蒙认为,这项条例,已经不能遏着官场不正之风, 相反给了他们大肆侵谈的宝丹香,年来侵谈见多,并明确说一犯侵谈,急入实情, 且急于勾绝,人人共之法在必行,无可幸免,身家寄破,子孙莫保,废除雍正时期贪官被判刑, 可以自填亏恐免死政策,干龙规定,凡是因为挪用公款而被判死款的,都要用自家财产赔补, 未能赔补的,所欠额超过一千两的,而贪涉超过八十两的,就要执行死刑, 多少钱也买不回一条命,这一道命令,几乎要了当时所有案发官员的命, 不仅如此,为者处死后,所有财产也要全部追查,上缴国库,方才罢首。 张廷玉1672年的1755年图,此后,陆续处理了许多贪罗大案, 涉及被重处的官僚,有四川学郑诸泉,云南巡抚土耳饼阿,广东巡抚, 湖北巡抚,山西部正是这些高级官吏,在这场整治风暴中均未幸灭, 除此之外,又处理数批沃案创案,并针对雍正以老热尔泰,张廷玉为首的彭亚形势, 进行全面整顿,以此瓦解满洲则思依附热尔泰, 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的结党趋势。 整个社会也启动了高压社会治理,其高压态势层层推进, 干农十三年之前,全国死刑犯数量很少,能不处死的,干农尽量从宽处理, 此后,干农对批准缓刑的一概处死, 虽然此前干农多次强调,安良必先处暴,容乐士族养结, 但社会治安整体未得到有效治理,发生许多强米抗粮事件。 当福建发生老关债校案后,干农突然发狠, 此案不须言行仿击,竭力勤补,痛绝根株,已绝后患。 张廷玉,书法首稿图在一年后,干农解释了为什么一下子进行高压治理时说, 当初我登基时,因为人命关天,实实在在不忍心痛下杀手, 可是这么多年我才发现,一味纵容姑息, 必将继续让这些人胡作非为,肆无忌惮。 虽然在皇后去世后,干农深受精神打击, 情绪化的恼怒带到了政治层面, 但却并非全部,而是鉴于其改变雍正以来的高压治理后, 出现了集中的懈怠和制服等系列问题。 干农以残酷高压手段的便利, 一来他到底是雍正儿子,脾气暴躁果敢, 二来是宽连相继,才能带动帝国机器运转。 遗憾的是,在干农晚期又上演了长期的宽人, 导致官员不振之风再次来袭, 被回头浪梦猛冲击, 葬送了初见曙光的盛世气象。 历史堂官方团队作品,文, 能净居主人,参考文献, 青史稿文自有历史堂团队创作,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